好 再看到一年一度的赤柯山金针花季是即将要到了 预期农会最主要的行销活动都移到了线上来做行销 也包含了透过网站让大家抽奖等等 也是透过网络行销来解决疫情对金针花销路的冲击 那么帮农友推销金针礼盒来度过疫情难关 每到8月花莲玉里镇以及副理箱大批的金针花 还总是吸引大批的赏花人潮 然而8月就快要到了虽然降级到二级 但是还是有部分农友担忧赏花染疫的问题 不过预期农会总干事蔡宗翰表示 行销活动都会移到线上来做行销 透过网络行销解决疫情对金针花销路的冲击 帮助农友推销金针礼盒度过疫情的难关 那边的农友集合做一个那边的 有一点像是产品箱 目前有集合了11家的农友 有这一次的产品 所以他可以透过网站来做一个订购 那目前他们的定价大概是1000块钱 那等于说你来购买的时候 就可以一次买到刺客山上面的所有的产品 为了解决农友的担忧 避免游客太多人上来 可能造成群聚效应问题 预期农会设置管制站 进去的人跟出来的人会做一个总量控管 计划就是会在我们土地公庙那边 会设那个管制站 然后让进去的人跟出来的人 有一个总量的控管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我们都是配合县政府的计划来执行 虽然将到二级 但是疫情还是持续严格把关 预期农会除了要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 更要保护竞争农友 以及游客的健康跟安全 记者高双双 副理育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订阅 点赞